星期日就是農曆新年 年销市场今天开始营业 在维园有部分的当主表示 因为成本上升 年花平均比去年贵贵 李静瑜去看过 楼价高企有学生设的这款揽枕 被希望上楼的市民揽住层楼 一圆置业梦 香港人一直很想买楼 但近年楼价就很高 我们也不能买一层楼 所以设计一个这样的 过去一年政坛发生不少事 这些金具成为他们推销产品的桌头 年年销又怎样少得买年花呢 有花档的当主说 天气回暖 水仙比去年贵两成到五成 比往年贵了一半 一半 因为我拿的那款是比较漂亮的 往年贵的那款就少花一点 我怕它有些可能开得快了 不知道会不会突然暖了 天气回暖了 很多都早开了 那我价钱上贵了多少 价钱上我们也是照去年那个价格 成本贵了多少 成本贵了大约是二十个百分比较大约 但就不加价 不加价是我们一街坊 有限年销的市民就说 年花贵了都会买 价钱贵了多少 贵了多少 五百分比较大约 都会继续买的 没关系 为什么呢 过年吧 第一次 不仅年花贵了 亦有小食堂的当主说 成本上涨难免要加价 价钱上一两成 因为主要是租金 都是一两成 全港总共有14个年销市场 以维园的规模最大 中共有超过400个摊档 亚洲电视记者李静瑜觉得 李静瑜现在还在维园年销市场 入夜之后行年销的人有多度 是的 来到下班的时候 维园年销市场这里 越夜越多人 不少都是一家大小来到这里 买年花 和看什么特色的产品 那些年花又当主说 今年多了一些卖辣花的当主 竞争大了 不过他们也不够加价 只要一些高货的摊档 今年又不少的摊档 都是有学生经营的 那些有卖淮旧食品 也有一些是卖十年的公仔 那他们都说 今年赚多少都没所谓 最重要就是吸取营商的经验 那这段报道的情况是这么多了 将时间交给新闻报